好 那当然我们要来看一下之前的 布林肯这个硬要访华 结果真的是很惨 我们稍后一个一个给大家看 那当然最新的在跟这个 习近平见面之前是跟这个王毅 今天上午跟这个王毅见面 那王毅讲的话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基本上呢跟秦刚是同一个调性 但全程是一种教训的感觉 布林肯看起来脸很臭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王毅跟他讲什么 也很重要 来 好 王毅的这个讲话呢 全文在网站上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揭露一些比较重要的 国务卿先生 这次北京之行呢 指中美关系处在关键节点 需要就对话还是对抗 合作还是冲突 要做出选择 你美国要自己先选 历史要向前发展 中美关系要向前发展 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根源在于美方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 完全不客气 布林肯在我面前 美国在我面前 我就指着你鼻子告诉你 你是错的 导致错误的对华政策 你的政策是错的 中美关系经历波折 美方有必要深刻反思 你要不要闭门思过一下 去面壁反省一下 就完全就是一个教训的feel 对不对 敦促美方不要拿国墙壁坝的模板 来镜向中国 不要用西方的传统大国走过的轨迹 来误判中国 告诉你美国 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然后你注意 要求美方停止 炒作中国威胁论 取消对华非法的单边制裁 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打压 不得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够强硬吧 我要求你 你要取消 你要放弃 你不得如此如此 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然后当布林肯讲什么呢 就讲重回巴黎岛会议等等之类的 看到王毅的这个口气 吉大使你觉得呢 即使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 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 如果摊开从1949开始 中间在打仗的时间 远超过合作的时间 那双方其实在真正的外交 外交就是文打 军队是武打 基本上都是在打 那外交是用嘴巴打 就是这种唇枪舌箭 那其实很多闭门会议讲话 都是这样子很难 就是很直接的 为什么 因为你怕对方 感觉不到那个强烈度 因为我们用语 为什么外交常常在选择 一个同样一个动作 它有十种不同的用语 主要在显现那个强度 强度跟你用到什么用语 对方感觉你的态度是如何 你来看一下 如果说一到十级的话 你觉得王毅的这个口径是第几级 我觉得这个差不多七八级 七八级 因为他还没有告诉你 我怎么报复 在直接的话就是说 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会做下列动作 我先告诉你 或者如何如何 或者就根本就不说了 很多次就说哀莫大于心死 现在中国大陆还是 基本上还在这个 还在跟美国在延迟 在这种用这个交涉当中 不过这里面其实台湾问题上 中国没有任何妥协 退让的余地 其实王毅上次 在在巴黎岛的时候 他讲过好几次 他说台独和和平 是水火不容 那是讲得非常强烈 水火不容 中国大陆的相关的官员 讲过好几次水火不容 就是台独跟和平 他不是说台独跟谁 台独跟和平是水火不容 因为他说他基本上大陆是 他们是坚持要用和平 和平方法统一 可是如果碰到台独的话 台独跟和平是水火不容的 你要只要碰到台独 不然你是 尤其是作为 行为上是台独 那就是跟和平 那意思就是说 就要动武了 所以就是说 讲话都是要很直接的 但是看到 王毅也好 秦刚也好 都有跟习近平 讲到台湾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 布林肯都没有讲 不支持台独 到见了习近平之后 才讲不支持台独 但是毕竟也没有说 反对台独 对吧 对 他因为这个是美方 多年来对中国大陆的承诺 非常多年来 可是很多话就变成建不建筑文字的问题 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 基本上不愿意签任何的建筑文字的东西 所以他自己 你要看他自己建筑文字的是什么 美国方面的国务院的这个声明稿 新闻 新闻发布 基本上都没有 都最近都没有讲这些事情 最多讲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政策的原则不一样 政策是他随时可以改 是美方主动的一个做法 所以就美方基本上 你最近看他 这些话他可能有讲 可是对外的话 他就不让你知道 他是关起门跟中国大陆讲 那都是中国大陆 把他这个讲的话 把他用文字表述出来 可是这几年 美方在文字上 基本上都没有表述这些问题 这也是中国大陆一直讲说 你美国在掏空一中政策 那你在台独的立场上 中国大陆认为 就是说 以台自华 以台自华 这中国大陆一直跟美国讲 不过我是觉得就是说 布林肯事实上 大概挫折太多了 他不是一个职业外交 职业外交官应该 不能让人家看出你的表情 是不是 职业外交官 他的脸上表情超有血 因为他的表情 他想要做 可是他又不是一个 很好的演员 他这个不悦 有的时候有点 好像很那种 好像冤屈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他的演技不好 因为 从沙特到中国一路不顺 一路不顺 他随腻 不过这么大的国家的外长 这个要有一点点 那种高度 跟他的这种风度 这个蛮重要 不过布林肯是比较差一点 而且让他看出来 他就比较是一个 心胸比较好 不是很开阔的一个人 不过基本上这些表情 基本上一个训练有数的外交人 或者是外交很娴瘦 他一定最重要是要控制他的表情 对不对 这个肢体语言 跟他的一举一动 王毅就很娴瘦 王毅就很娴瘦 王毅 我认为这次 我看王毅比秦刚还要娴瘦 因为秦刚事实上的话 我看他从在外面 这次接很有趣 他们同样在调一台宾馆 王毅也在那边 然后秦刚 秦刚是在门口接 站在门口接这个布林肯 王毅是在里面等他 这又有一个差距 又有一个差距 当然习近平也是在用接见的方式 那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秦刚在外面接 这个布林肯这个动作 是不是原先他们已经推幕设计好了 不过我觉得秦刚的表情 是最轻松一点的 轻松一点 王毅就很严肃了 那我认为基本上 这个习近平基本上就是在训斥 习近平有一个讲 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重 这个是中国大陆新华社 他说因为你们刚刚讲了前面一段 说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 对不对 你们刚刚的标题 其实他后面那一句话 损美国损得超凶的 他说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 更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 这句话你说损得重不重 真的由这个习近平的地位 然后当着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这样讲的话 真的是怕美国损得很重 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中国大陆 是用了比较重的方式 加重的这种方式 来给布林肯一个羞辱 那当然了 这个下一次秦刚去美国 不要受到什么待遇 我这个就是 你有点帮秦刚担心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一定的 秦刚小心 这一定的 因为这个人家看你是 不过再怎么讲 秦刚住美的时候 这个日子也不好过 对 所以美国事实上 中国大陆一直也是损美国 就是说大国有大国的样子 基本上就是上一次 他们在阿拉斯卡 事实上王毅讲得很明 大家说你晚上 我在房间吃了泡面 那这次秦刚起码还做了工作晚宴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有的时候就说 你自己的行为 显示你自己的格局跟风格 那美国真的是没有下线了 美国对一个世界的 第二大惊奇的国家 第二大强国 他是用这种方式 你的大使 我从头不见你 然后你的高层代表团 跟我来做高层谈谈的时候 连一餐饭都不给你